女生狀元是 地表最美啦啦隊 JURI 第二名是 紅隊的JURI 第一名我們隊的JURI 喔 因為他其實真的 他就是一個女生的代表 你們覺得第四季 金木狀的 顏值狀元 顏值啊 不分紅藍黃黑 在我心目中 這一季的女生狀元是 地表最美啦啦隊 JURI 對喔 但是他有時候在那個壘球 或劍球箱或的照片 有時候會讓他掉到第三名 然後第二名呢 我覺得是 熔熔 喔 藍隊熔熔 熔熔好可愛喔 那好Q喔 我們那個Q到爆 就是你只要再累 看到他 你就會打起精神 嗯 對就是那種小魚的感覺 然後第三名呢 我覺得是 黃隊的星羽 喔 黃隊的星羽就是他 真的是 你有時候突然看到他 譬如說今天有師傅 欸 欸 這個人平常跟我訓練嗎 我欣賞的第一名是藍隊的 熔熔 他 就像剛剛彭敦說的 他太可愛了 就是你會 但他也在不自覺想要看他的反應 跟很多的表現 對他那個招牌是下的 哇他那個一笑下去 我跟你講 不得了 融化 融化了 但是我覺得他最厲害的是 他給人運動表現 都蠻好的 他很可愛 因為他太飄妝 就給我這樣 對 好你得多抓去 超可愛的 他在運動的時候他如果表現不好 他跟我們隊友要的墨鏡 他戴起來就開始哭 好 今天請你準備 今天請你準備嗎 好 好不好 好 戴起來就帥哥了 對 帥哥 好 哈哈 哈哈哈哈 他只要不一起戴起來就開始哭 很可愛 然後西部隊的第二名是紅隊的Yuri 我覺得Yuri就是 你說丟天球的Yuri 還是一般漂亮的Yuri呢 我覺得是一般漂亮的Yuri 第三名 黃隊的壯壯 來 欸 等一下壯壯 我就來那個壯間蜜桃 但我覺得 他最誇張就是 因為我們都會收到那個 那個照片 對 他沒有一張是不好看的 他每一張都像在拍寫生 第一名我們對的Yuri 對真的 因為他其實真的 他就是一個女生的代理 而且他真的是 不管 他練習的時候也非常認真 然後我們在團隊裡 不管討論任何事情 他都會一針見血點出來 然後很有領導能力 然後第二名是我們的肥琦 欸可以評對金咧 可以吧 我覺得對金加金就太難了 就太難了 那我現在太難了 交給你交給你 我的第三名是 肥琦 唉 我忘記 而且是 運動表現上的肥琦 對 肥琦漂亮到有點 我看不清楚 這麼快 敗禮馬槍 競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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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競爭